在2024年4K视频你应该已经司空见惯了 各家平台也都争先恐后继续在画质上做文章 有的支持到了8K 120帧 有的对上了蓝光 真彩世界 争取音画 杜比视听 等等等等听起来非常先进的技术 而我们也在不断地更新拍摄设备 提升节目的质量想给你更好的内容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们最终在平台上发出来你看到的视频 它变红了 没有以前这么清楚 这是错觉吗 答案是不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问题 甚至在未来我都可以说 我们看到的视频的画质 很有可能会不如2020年的段时间 这么好了 本期节目我们就会来讲一讲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各种技术在发展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视频质量 不深反降 要能明白为什么全球视频画质下降 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 就是任何网络传播的视频都被极大的压缩过 它为的就是把这个叫做码率的东西给降下来 你要知道如果视频数据完全不压缩的话 一个4K的常规视频一分钟会需要44GB 你1TB的顶配的手机只能拍23分钟 你就得再买一台手机 装满了 这谁都受不了 那除以实用还有分享的考虑 高压缩率的编码就成了一个必选项 那像H164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这是高清时代广泛被采用的编码 它的目的就是在你看起来画面没有什么损失的前提之下 帮你把视频体积大大的压缩 那它压缩率很恐怖 能把1分钟4K视频的数据量压缩到400MB左右 相比刚才的那个40多GB 小了100多倍 很厉害 但是实际上平台他们又说 哇400多兆这也是流量费用 我们得明白一点 你每看一条视频 特别是超清的视频 实际上就是在割视频平台的肉 你比那些看低清视频的人要割的多的多 平台是要为视频存储 还有通过互联网流畅把视频传给你 支付很大一笔费用 其实你看各家的财报都能看到 视频平台都是几个亿 甚至几十个亿 这种流量的费用非常贵 随着视频技术的不断演进 平台想要扩张 它想要画饼能融到更多的资 打败别的平台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又会觉得 这8K 120帧 HDR 各种规格 又会让视频文件的体积进一步上升 那平台就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作为资本家 能够画这个饼让投资人交钱 但是我又不给我的用户 实际上付更多的钱 来给他们更好的体验 有没有可能 那答案就是更好的编码 于是这H065还有AV1 这两个新的名词 新的编码就被投入到实战 这个名词你也听说过 它比H064会更厉害一点 他们可以把刚刚一分钟的4K视频 通过更先进的算法 进一步压缩到200兆左右 很不错 那说到这里我们稍微深化一些 说说这些编码 它是怎么做到的 对吧 凭空把文件变小 但视频画质不变 那本质上你可以把编码理解成一个将军 它调配资源的分布多管 排兵布阵 那像H064通过将画面分成很多的小块 然后根据每个小块的内容的复杂度 来分配对应的资源去记录 那像画面里面这些平缓的 没什么细节的地方 它说哎呀没必要 用很少的资源 随便一存 那对于画面里面细节丰富的地方 它会分配更多的数据来进行记录 那不仅如此 它还不傻 它不会只单独的分析一帧的画面里面的信息 它还会比较前后连续的帧 那如果场景里面只有一小块在挪动的话 那静止的背景和环境 它只记录一次 只有运动的部分 它才会记录下来 这样来偷空间 偷时间 这文件体积就被一点点的给扣下来 那像H05和AV1 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 本质上只是更好的算法 来更具象化的划分 更小的区块和更大的区块 来进行动态的存储 那如果你研究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 现在其实H066编码也已经被提出来了 理论上会更加更加厉害 那为什么没有应用呢 视频平台肯定想用它 那答案就是因为压缩力如此之高的编码 它是一门复杂度非常高的语言 无论是编码视频 还是把视频用你的手机 把它解算出来 都要消耗巨大的算力 那也正是因此你会发现 虽然H065在2013年就被提出了 11年前 但似乎我们真的应用上还没有几年 甚至还有很大一批用户 它的设备仍然不支持这个编码 播放起H065的视频 会产生明显的卡顿或者发热 H066就更不用说了 那平台最重要的肯定是得保证 它的用户群体画质变差 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它看不了视频 播起来锯卡 第一是投诉 第二是它没有办法来让用户课金了 它货客会丢失 所以平台上说 那我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够又画饼又能够展示先进的技术 又能够省钱 还能够照顾到旧设备的用户的体验 这怎么能完成这个不可能三角呢 那平台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即便所有人看的是同一个视频 但是我实际上在偷偷给他们推不同的视频流呢 那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奇特的现象 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技巧 有些平台你可以右键点击视频 选择视频统计信息 分辨率 帧率 编码 还有少的可点的码率 这些详细信息 你都能看到 这时候你有时候会注意到 同一条视频 有时候它的编码会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视频平台它在动态的偷偷切换 你所看到的视频源 那这里的话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理论上平台是应该一碗水端平 对吧 虽然我们看到的编码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视频的体验应该是一致的 这我们就不会保原了 像HL5 AV这些先进的编码 应该能耗更少的流量 给我们更好的体验 对吧 这是一个双赢 平台赢 用户赢的局面 但是我们发现了非常逆甜的一点 我们抓取了之前上传到平台的内容作为对比 你会发现实际表现和我们说的理论 是完全背道而驰矛盾的 同样是4K的分辨率 我们发现最老最旧的HL64的视频源 可能画质反而是最好的 所谓更先进的AV1 HL5的编码 反而会要差一些 还挺明显的 这最大的问题 还是出在平台必须要出钱的码率之上 这码率是用多少数据量来描述视频 码率赋予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画面细节 对画质影响较小 那码率不足的话 就算我有再先进的编码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你会看到不仅画面细节糊了 到处都是崩坏导致的结块 还有尾像 现在所有的平台为了节省码率和带宽 还有分发决策的成本 所有你上传的视频 通通都会经过他们的服务器 进行一次复杂的压缩 这时候就开始比较逆天了 一定程度上 我觉得当前的所有的视频平台 不只是任何一个平台 都突破了他们的服务底线 他们本质上觉得 只要用户没有觉得糊道 我看不清 完全没法看 我就可以无限的压缩视频的质量 于是现在 平台开始抛弃创作者本身的意图 我们看看有多逆天 2019年的时候 我们记住当时的码率能有6Mbps 1080p的视频 但是现在我们查下来 有许多长视频平台 分辨率只有720p H64之下的码率只有1Mbps 有的平台虽然标着是4K 用了先进的H65编码 但是4K码率只有2到5Mbps 标着1080p高码率 实际上也只有1到1.5Mbps 你要知道以前是6 1080p也有6 4K都不到现在以前的水平了 最离谱的一点是 H65之下的1080p的视频码率 我们很多看到只有0.6Mbps 这是一个很离谱的情况 你要知道 如果说你在视频平台 选择一个杜比全景声 或者去一个音乐网站 选一个音频 把它开到无损的状态 它很有可能 它音频的码率 比你的视频的画面还要高 这太离谱了 讲到这还不算 还有一点 我觉得更有意思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平台会根据用户设备的不同 来分配不同的视频流 对吧 但是我们也说了 更高级的编码 它要消耗更多的算力去编 云端的算力对于平台来说 是什么 钱 这资本家又开始念叨了 这边复杂的编码 每个视频都要编三种不同的编码 再加上分辨率 帧率等各种排列组合 我心里在滴血 对吧 有没有什么方案 能够让我们再给他们提供 现在这种凑合能看的条件之下 进一步省钱呢 我真的很佩服 国内工程师老哥的本事的 他们找到了一条 在全球都很少见到的路子 据我们的观察 存在现在这样的现象 如果你的视频刚发到网上 没有几个人看 那平台会先给你编一个 H64编码的视频 这编的快成本低 虽然说整个码率会高一点 但是也没几个人看 这网费也不高 如果说你的视频突然爆火了 几十万人开始看 好 平台收到信号了 我们要交钱了 不行 立刻把这条视频转码成H65 和AV1编码 来大把降低视频的码率 把它推给更多的人 这样一来一回 平台确实省下了成本 很不错 但是用户面对的是什么呢 原本你的视频是很清晰的 但是视频它火了 画面反而变糊了 这就是当前的情况 我们已经遇到好几次了 那这个前提之下 平台它又说了 哥们 我发现 就算是这样 我们的用户还是有点太多了 我五个亿的每月用户 你知道这个流量费是多少吗 服务器真的很贵 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利润 每年能有几十个亿 但是能不能再扣一点 让普通用户感觉不到 我们的视频变糊了呢 这工程师绞尽脑汁 但是又实现了一个 不可能的三角 我都惊呆了 他们说 这用户有可能本来 传的画面看起来 就没这么清楚 不如我们帮他们 调一调他们的视频吧 我们来给他们的视频 加一点锐化 这是我们原来 上传到平台的原视频 和平台最终 放给你的视频的对比 你能看出区别吗 首先你会看到 分辨率下降的 不是一星半点 但更重要的一点 是平台为了让你看起来 视频没有这么糊 它偷偷调了我们的视频 把我们的视频 加上了这些锐化 什么叫锐化 锐化本身 它不是提升画面底层的信息的 它是在画面的边缘上 加上了对比度 这乍一看 确实有清晰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放大仔细一看 你会发现视频不对劲 看起来就是有一种 怪怪的假假的感觉 像我现在讲话的部分 我没有加锐化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让青青 我们的调色师 加上点锐化 加一点 是不是更锐了 再多加 再多加 加到这样 好像就不大对头了 对吧 我们也有看到过粉丝说 我们的视频很锐 我们之前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都没有做过处理 但是当我们发现 他们视频平台 帮我们做了锐化的那一天 我们的精神殿堂崩塌了 平台本质上不是最应该 保证创作者本身的意图 被传达给用户吗 但是现在 这一点也不存在 从2020年 我们有6Mbps的1080p 甚至有20Mbps的4k 到了今天 我们的视频 2024年变成了720p 码率变成了1Mbps 甚至更低 我们甚至只能面对平台 随意调整视频的内容 但是没有办法去规避它 这不是我们针对任何一个平台 而是所有的平台 都在做这件事情 他们让大家觉得 这件事是合理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抗议一下 我很希望发动各位能抗议一下 我觉得这突破了 创作者和用户关系的底线 这不是一个大型 正在盈利的平台 应该有的担当 保留创作意图 应该是它最基本的底线 是最基本需要做到的点 所以我很希望 各位能和我们一起来号召 不管是长视频 还是短视频平台 能够取消锐化 提升一些视频的码率 至少能保证画面 不出现严重的编码失真 并且大家不应该 以此习以为常 和平台相比 说真的 我们本身作为博主 所有人家一起 都是人言为亲的 但是多一个人 发出这个声音 总归会多这么一点可能 让未来我们的大家 还是能看到 更高质量的视频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回到 2020年 那个资本市场 非常看好视频平台 所有平台在融资 完全不在乎 这个编码码率的 那个夏天 所以这就是我们 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 投币三连转发 这本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对大家所有的博主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